大家好,知春奴 由1月8日這星期日起 7日內沒有國外或其他境外地區旅居市人士 由澳門入境內地不需要再做核酸 治安警察局出入警管制廳廳長王劍雄表示 屆時招口案內地方面 仍會維持現行的月康碼通關憑證措施 呼籲過關人士提前轉馬 包括經澳門健康碼轉換 或透過月省市程式直接生成 即是說我們不用做核酸 不過仍要轉個月康碼 珠海方面公布 週日起維持現行出入警人員 憑月康碼通關憑證通關措施 但生成通關憑證不與核酸結果相關連 另外從香港、台灣地區和海外入境本郎人士 入境第日起計7日內 前往內地需要48小時的核酸陰性證明 黃劍鴻說相關人士不可以隨車過關 不可以坐兩地牌 各國口案張設人工專道辦理相關離境手續 衛生局人員會在專道前檢查核酸陰性證明 紙本或電子證明都可以 黃劍鴻又補充 孟加拉、尼泊爾、尼日利亞、巴基斯坦、 斯里蘭卡和越南這六個國籍人士 入境澳門措施將恢復至疫情前 他們1月15日起應先在中國駐外使館 機構預先取得澳門簽證就可以入境 至於衛生局局長羅奕龍說 整體防疫措施包括健康碼在內 稍後將一併更新所有規定指引 大家都想健康碼快些下架 但他說總體方向然然 健康碼在防疫工作始終要告一段落 不過現時未必會即時下線 例如仍然可用作快速申報或核檢等不同需求 繼續透過健康碼電子平台顯示 但健康碼將不是必要和強制的措施 至於娛樂場防疫措施方面 局長說稍後會將有關規定一次過更新和公布 以便居民更清晰未來疫情管控的模式 讓局長公布 這集先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 給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的支持